美容组今天提早召开内阁会议之后宣布 祭出五大应对措施 解决肉机供应短缺的问题 其中包括下个月起 每个月暂停出口360万只的肉机 直到市场回稳 同时已经下令彻查大型企业 操控生产量的违法行为 另外政府也进一步宣布 取消小麦的入口准证 并要求所有部门 罗列出其他可以废除入口准证的物品 拉低百物价格以保障消费人的权益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提前召开内阁会议 针对肉机价格腾长和供应短缺问题 寻求对策 伊斯麦下午发文告汇报会议结果 短期方案方面内阁一决 6月1号起 每个月暂停出口360万只肉机 直到市场价格和生产量回稳 另外在建立缓冲库存的同时 废除全肌和肌肉块的入口准证 承认更多国外载机场都将有效增加肉机供应量 伊斯麦透露 虽然政府为机能提供津贴 但至今也只发放了5000万令吉 而且申请者大多来自小型养机场 为此内阁也决定 必须简化津贴的申请程序 分担业者的负担 此外针对有报导指有大型企业控制肉机价格和生产量 竞争委员会已经立案调查 调查结果预料下个月就会出炉 如果发现确有此事 政府将采取法律行动 至于国内长期有中介商操控价格和供应量 政府对国家农民组织为以重任打击歪风 文告指出内阁成员提出各种建议 比如种植玉米并以棕榈破作为积饲料的替代品 以及要求州政府、政府机构和关联企业合作 长期提供土地的临时使用准证 农业及食品业部以及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必须在近期内针对这些建议提供详尽的落实计划 中长期方案方面 政府鼓励关联企业、公家机构、农民组织以及合作社 积极参与养殖生机 政府将探讨援助方案 借此提高供应量 在废除食品类的入口准证方面 内阁今天也一决同意取消小麦的入口准证 同时要求所有部门罗列出其他可废除入口准证的物品 维护消费人的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 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今天也在会议上 建议内阁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 兑付储藏、囤积或试图破坏肉机供应的有心人 可及时撤销他们的执照 政府提醒农业部和贸销部 必须时刻监督市场 严厉兑付为例者 违法企业可罚款最高200万令吉 和贸销部网绝其苗